为了感谢祖父母的辛劳 西北市面黄桂兰与冰洋教育基金会 八方园局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合作 特别在卢州微风运河畔 举行祖父母节三代同乐慢活公益健走活动 希望换起社会对家庭关系和敬老精神的重视 我的小时候的成长 陪伴照顾就是我的阿嬷 所以对我的阿嬷印象很深刻 可是呢就是没有祖父母节 那有祖父母节的话 我们会怎样 会多一天来陪伴阿公阿嬷 像今天在座的小朋友 今天就是全程陪阿公阿嬷 活动中特别设计的适合不同年龄的娱乐项目 除了大人们 可以在微风运河慢活健走 舒展身心 小朋友也有专属的水枪大战 与水池游乐设施 希望借此增强家庭成员间的互动 与情感凝聚力 也让祖孙三代共享欢乐时光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桂兰议员举办祖父母节 祖父母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不仅能够促进的阿公爸爸和孙之间的和谐 那今天的健走活动 看到这么多人也非常的高兴 我们祝福这个永远 把这个很好的传统永远能够传达下去 我们环来教育特别的全力支持协办 那我想祖孙节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传统 那我们利用平常的教学来教育孩子 对祖父母们的一个敬爱 黄桂兰指出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呼吁大家要孝顺祖父母 营造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样阿公阿嬷才会健康乐活 天天开心 记者伦宏采文报导